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日 今天就在關西機場 很多新聞說要排三個小時 我們看看實情是怎樣 首先,在機場要拿Bonding Pass登機證 你就去航空公司排隊出飛 如果你網上登記了,就簡單 如果你要記行李 一定要拿Bonding Pass 先去航空公司排隊 你也要預算半小時至一小時 就是航空公司 然後到安檢的龍 我們走過來 這裡是個安檢 如果你坐頭等或輪椅 都可以走綠色特快通道 剛才排到外面 已經很快 這條龍大概排多久呢 我想都要半小時至一小時 就最少了 一直排到這裡 記得那些水、火柴、火機都放在這裡 垃圾清光 這裡就進入了第一艙 進入第一艙 就要拆行李 很仔細 檢查機場 有幾個刀、充電簿等 一定要搜尋 不要記錯 否則到時候 抬出來更麻煩 進入這裡 把所有東西都放在這裡 那裡才是排 所以你在航空公司 檢查完 拿完Bonding Pass 就要排這個安檢 排完安檢 過完安檢 還要過出境 還要過出境 出境後 看看你坐甚麼機 有些近有些遠 如果遠的那些 要坐和人列車 時間要多些 我們今天是2點鐘 飛機 我們便11點到了 所以我們提前了3個小時 就足夠了 因為我們航空公司的計程 11點半才開 我們11點便到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檢查了 記了行李 接著便會排這個安檢 過完安檢 過入境處 再坐無人車 便去到那個閘口 3個小時足夠足夠 但你千萬不要大安置疑 我2點機 我1點來 死定了 2點鐘 1點來 除非坐頭等 坐頭等的機會大些 如果你是有在留卡 就不用排那條 Passport龍 便會再快些 那你可能一個多小時便可以 你坐頭等 再有在留卡 那你就直速了 今天在大阪關西機場 報導住這麼多 希望我們的資訊 可以幫到你 至於你在東京那邊 我過兩天便知道 因為我現在準備回東京 接著在東京便會回香港 遲些再告訴大家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華記 直跟香港 放眼世界 尋找投資新機遇 歡迎這個星期六日 來到九龍尖沙咀 半島酒店 六樓看口廳 WhatsApp報名查詢 97216618 多謝大阪賭場新機遇 投資民宿 機會來了 日元匯價創三十年新低 十月二號 三號 九龍半島酒店 看口廳 有我日本物業 投資廣座 歡迎WhatsApp報名 97216618 直播